本命暗行熟火 以后揭霍了火元素的火型人 是一位有责任感 灵活机智 适应能力强 和不怕困难的人 为什么 内心会多受善感 情绪容易被激怒 总会为了小小的事情而担忧 令内心受困于无形的压力 从而揭霍力量去应对生活中的一切 暗行的规律 火而火 属性 相生 然而在大自然中 太阳 电 风 光能 热能 和所有一切的波动 在暗行中都代表着火元素 而在暗行的含义中 火元素在人事上代表着行动 易活力 接触思想的时候会提升人的活力 在暗行和热门 潜畅着成长发质的功能 因此在命运的走向中 如果一位本命 暗行 暗行属火 而又揭霍了火元素的人 这个人的命运走向就会有意 太阳和热量的区别 热量是在夜晚正会出现 并且在初一和十五的时候 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形状 所以虽然他是一位有责任感 灵活机智 并且适应能力强的人 但是由于本命 暗行属火 又揭霍了火元素 导致情绪容易波动 多受善感 总是会为了小小的事情而担忧 造成内心经常会感觉孤独和忧屈 由于生性比较情绪化 容易被激怒 认成内心会产生无形的压力 所以在处理重要事项的时候 会反应过问 特别紧张 导致无法集中 在时间累积的推移下 内心就会衍生 彷徨意忧累的感觉 在这种负面情绪的分图下 个性会变得敏感多疑 喜欢胡思连想 有时甚至还会转牛角尖 长期处于这种压抑的状态 导致他们对人生感觉到无奈 从而揭露了热神去应对生活中的一切 因此 如果你是一位本命忧行熟火 而又揭露了火元素的火型人 懂得放松身心 减轻焦虑和压力 对你非常重要 要放松身心 减轻焦虑和压力 就要经常做深呼吸的连习 这样就会令你放松身心 减轻焦虑和压力 同时 你也可以通过多接触阳光 在户外活动 进行 观心自省的连习 锻炼大路 保持思维活跃 吸收阳光的能量 平衡自身的悟行 提升热情和活力 活得热神 令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带着责任以使命地 建立和谐的人世关系 从而开启人生的大运 令命运走向坦途的人生 想了解更多有关于 价儿思想的心法 有缘我们在课程中见 最后欢迎关注 UF五行明理学的频道 令你从五行以命运人生的 含义中 读懂人心 看透人性 以享受重庸自在 和幸福如意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